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保家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 夏季降火要吃苦 医生提醒,这四种苦味食物最好不要吃 不仅有毒或可致命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朋友胃口下降 不思饮食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苦下现象 生活中经常听到 夏季吃点苦味食物对身体好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夏季吃苦 为什么对人体健康有益呢 现代医学认为 苦味食物中含有氨基酸 维生素、生物碱、肝类、微量元素等 夏季天气炎热 人体微肠功能减弱 消化液分泌减少 适当地吃些苦味食物 可以刺激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 增强人体的食欲和消化功能 苦味食物还可以抗菌消炎 解热去暑 提神醒脑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那么哪些苦味食物既营养又健康呢 一 苦瓜 苦瓜不仅口味独特 还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苦瓜随苦 却从不会把苦味传给其他食物 所以它又有菌子菜的雅称 常吃苦瓜有助于降低血糖 促进食欲 排毒减肥 美容养颜 二 苦菊 苦菊味道肝中带苦 颜色碧绿 磕炒或凉拌 是清热去火的美食佳品 凉拌苦菊是很多家庭夏季常备的凉拌菜 苦菊中含有胡萝卜素 B族维生素 能维持视觉细胞内的暗示感光物质循环 可以预防眼睛的暗示力降低 并且苦菊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微肠蠕动 增强新陈代谢以及抗体合成 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三 蒲公英 蒲公英被称为天然的下火草 鲜品可餐食 炒干之后可以泡茶喝 蒲公英根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如多糖 蛋白质 维生素E 维生素C等 能促进人体代谢 帮助排出体内毒素 有利于肝脏的健康 此外 还可以分泌胆汁 帮助消化吸收 有助于胃肠功能的恢复 四 莲子心 莲子心吃起来是特别苦的 莲子心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清火 尤其是清新火 如果平时情绪焦虑 烦躁 失眠多梦 可以用莲子心泡茶饮用 可以静心安神 助眠 莲子心含有莲子碱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莲子心还可以抗癌 降血压 降血糖 抗炎 抗心率失常 具有多种药用价值 以上这几种苦味食物 我们可以经常吃一吃 在夏天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但是医生提醒 有些苦不能吃 吃苦也有危险 有人就吃进了医院 61岁的杨大爷 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几株葫芦 近日眼见葫芦结果 杨大爷摘了四个嫩果 就炒了一盘西葫芦炒肉 杨大爷吃起来觉得有点苦 但是为了不浪费 还是吃进去了肚子 没想到 很快就出现了腹泻 恶心 呕吐的现象 后面 儿子把他送到医院就诊 就诊时 肌肝持续升高 最高达到了500毫米每升 是正常值的5到10倍 医生说 杨大爷的病情特别严重 除了有消化到症状外 还有重度黄胆 重度的肾损伤 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危及生命 经过详细问诊 发现 导致杨大爷中毒的元凶 正是他吃的葫芦瓜 无毒有偶 一家三口在吃丝瓜炖鸡汤时 发现丝瓜有点苦 但是硬着头皮给吃下去了 但随后一家三口先后出现了上吐下歇的症状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的化验结果表示 这家三口的呕吐物 排泄物中 均含有碱糖肝生物毒素 这种毒素源自于丝瓜 也正是这种毒素造成了三人中毒 并险些要了他们的性命 那么 这四种发苦的食物 可能会藏毒 千万不能吃 第一种 发苦的丝瓜 正常的丝瓜带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若发现丝瓜有苦味 最好就不要继续吃了 否则会中毒 因为苦丝瓜当中含有糖肝碱 生物毒素 毒性一般比较强 经过高温蒸煮也很难溶解 所以吃了丝瓜可能会中毒 通常会出现恶心呕吐 口舌发麻 腹痛 腹泻等症状 出现这种情况 要尽快去医院就诊 接受正规的治疗 千万不要耽误 二 发苦的胡瓜 胡瓜出现发苦明显的情况 就会产生碱糖肝毒素 这是有毒的化合物 因此在饮用时 应先鉴别 它是苦的胡瓜还是甜胡瓜 如明显发苦 应避免食用 以免发生中毒症状 过量时用发苦的胡瓜 有可能会出现恶心 头晕 腹痛 肠胃不适 腹泻 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三 发苦的葫芦 当葫芦与其他植物发生杂交 种植条件不佳 运输或储存不当 不新鲜时 它就会发苦 并形成含有苦味物质的 碱糖肝毒素 即使是经过加热处理 这种苦葫芦的毒素 也很难被破坏 不小心误时便会发生中毒 轻则头晕 腹泻恶心 重则腹痛羞克 五脏受损 性命危在旦夕 四 发苦的甜瓜 甜瓜也是属于葫芦科的蔬果 有可能会出现苦味 有两种情况会令甜瓜变苦 一是胃完全成熟的甜瓜 二是带有残留农药的甜瓜 此外 甜瓜的瓜地性寒 胃苦 食用过量容易中毒 所以吃甜瓜时 记得将瓜地摘掉 如果因为过量食用发苦的甜瓜 导致出现了中毒 一般表现为呕吐 肚子疼 拉肚子等 这时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了 以上这四种苦味瓜 千万不要食用 很可能对身体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 并且转告家人 一旦发现有中毒症状 也应该尽快地就医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 您可以关注 点赞 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见